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! 肖战今天的营业,网友们的速度干啥速度都特快,能迅速的找到他所去过的街角、店家,哪怕是上海黄色雷电预警,连夜也挡不住去打卡的心,无形当中又带火了一个商家,有网友说啊,一直喝就不幸喝不到他喝过的杯子,杯子知道会不会瑟瑟发抖呀,激动的不仅是国内的网友们,内地更新微博是晚上8点以后,这算是时隔近6个月登上微博热搜最纯净的一个单人微博,也登上了新加坡的实施热搜地。 一名,在马、印、飞三个国家实时推特热搜占据高位,这什么样的影响力啊,内地小飞想乱激动就算了,这海外的网友也太跟得上弄茬了吧,半年不营业,营业顶半年,时常见肖战时时在想念。 一段不到两分钟的视频,其实信息量很大很大,就这么一个9比16的数评视频,网友们都是用八倍镜看的嘛,出现在视频里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,立马找出了出处和同款,现在有点担心在视频里出现的那只橘猫和黑猫,会不会也会被连夜找到给收养起来呢? 下午还在想,肖战你好胡啊,曾经的微博King,现在竟然是社交平台的基本互动都不达标了,从红色金威调到了黄威了,这要被黑子们给嘲笑起来了,再看看离现时间整整超过了1400个小时了,有粉丝留言工作室说,个红裤衩变成黄裤衩了,看看工作室更新了这个微博,不到半小时点赞超过了50万,转评接超10万,只要是肖战想变回红威啊,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 在7月底参加完央华和保丽举办的特别纪念活动的直播神隐以后,也做了不少的事儿,视频里的装法被辞逛街,现在才理解源泉说过的一句话,你在路上随便碰到的人都是别人朝思暮想想要见的人啊,视频里的坐标不难找出就是上海,路上错过的网友喝咖啡临桌的参友就这样错过了离自己最近的肖战,再来看看那些天天唱衰,肖战没有行程和工作的人,业内曝光飞机航班, 路透参加什么活动也让网友们忍俊不禁,业内就这样,和你一样走在普通的大街并没有那么多的夸张全副武装,鸭舌帽和口罩算是标配,但没有一个战姐和黄牛路透过一星半点的准确消息, 秃头七的唱湖从视频里不攻自破,他的视频每一帧都在证明着这些言论的可信度为零,不要看到就会自哀自怨,没有必要,心中有矿也,何须菊尘也,积累成长突破才是生活的样子,这是我在评论区看到的也是最想评的话,所以啊,这些利用肖战把粉丝们溜来溜去的根本就不懂,对于带播剧总会有播出的一天,对于参加的商务活动,要参加黑子也组不掉,只是从心底希望, 肖战一切安好,吃瓜不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